大家好,我是Stan 认为这些照片都是真的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一直不承认只是照片被公开的话 这算是欺骗粉丝们吧 这么大的品牌也追踪了钱你的小账号 钱你应该不会在小账号上上传这些照片的 要不然不就是故意想要让大家知道吗 恋爱又不是什么罪 一开始就承认该有多好 现在变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了 不过都这样了还不发表历程的话 真的是很丑陋 艺人也是人 管他交不交往成人不承认 这都是私生活跟你有什么关系 两个人出道都这么久 而且本人也那么努力 所以两家粉丝们不是姻缘就是假装看不到 反而不是粉丝的人却在那里一直做反应 这样的话会让那个泄露照片的家伙很开心的 为了保护艺人发发警告那么难吗 为了对绯闻沉默 不去对应泄露照片的行为的话 最终是坏的人是V跟钱你 在第一张照片流出的时候 已经有人担心会不会继续有照片被泄露 果然又这样了 YG与PIT到底在干嘛 不管这到底是不是钱你还是V 这样的照片在传播 两家公司却没有那简单的警告 也真的太傻眼了 所以大家觉得 现在这种情况的话 公司是不做反应比较好呢 还是需要发表立场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JVP娱乐官方发表前 不知道全员都续约了的twice成员们 今天twice成员们在grammy的采访内容 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最近跟JVP娱乐续约了 请问twice对你来说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在官方发表前 不知道全员都续约了 我们都跟JVP续约的最大理由是因为粉丝 所以当时想要早点上这个消息分享给他们 成为twice成员 代表着有了一生的朋友与家人 归属感永远会跟我们在一起的 哪样是第一个solo活动的成员 听说成员们有帮助你 以后我们也能期待其他成员们的solo吗 因为是第一个发表solo专辑的人 所以有感到责任感 I'm Nayan虽然专辑上写着我的名字 但是我知道专辑代表的不是我一个人 而是代表着twice 所以想要帮之后发表solo专辑的成员们 打开这条路 今年有新的目标吗 我希望成员们的身心都能健康 我们九个人是非常紧密着连在一起的家人 所以大家的健康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然后以后也会努力将twice的正能量 散播给全世界的粉丝们 没有说好后全员续约的话 真的是心有灵犀太棒了 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彼此的意见是最重要的 所以应该是不想要给彼此负担吧 好帅 成员们跟公司都没有给彼此负担 看其他公司还发表过 N个人续约了 其他人没有续约这样的新闻 公司同事之间也不会说年薪的问题 所以idol们应该也会一样吧 因为是信任彼此所以才能这样 真的太棒了 医生的朋友跟家人太羡慕了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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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